曾与香港和中国富豪家族合作的欧洲律师莱斯佩兰斯说 中国商界精英这些富商过去数十年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繁荣时期受益匪浅 但这些富商现在担心新领导班子将继续推行 以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 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 这些富豪除了担心当局以盛传的高税制 代替共同富裕名义下的自发捐款 也越来越担心自身的安危 至今他已经接获三个来自中国商界超级富豪家族的指令 执行走维上级的计划 他形容中国富豪都有一句作用名 就是在海港准备一艘装有金条及备用文件的快艇 换成现在的说法 就是准备一架私人飞机、护照及外国银行户头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 他说很多客户多年前已准备离开中国 包括将资产合法地转移到安全的离岸司法管辖区 以及安排家人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取得新国籍及定居 总部设于新加坡的Dentons瑞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家明透露 近几个月来陆续有中国富豪指示他们 或查询有关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 管理家族庞大资产的详情 他说 以往中国富豪及精英都选择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 但随着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香港的吸引力锐减 新加坡律师行Bayfront Law主管瑞安林一鸣也说 他接获五个中国家族 有意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的指示 其中有三个已在执行中 大部分中国富豪都想移居 或将资产转到新加坡 花旗私人银行的数据显示 2017年至2019年间 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的数字增加5倍 并从2020年底的400家增至2021年底的700家 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的数字